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什么事啊 对不起 门找错了 嗨 你好 好帅 好帅啊 你想在哪 在那 邵总 你好 我叫陈薇 威尔酒店的总经理 来 咱们坐下 这谁 邵总不在 邵总 来 不对 有误会 有误会 来 别走啊 听说您和卓越集团 要收购我们威尔酒店 特地来找邵总 您去救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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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 邵总 咱们今天 不罪不归 这什么声音啊 怎么这么吵啊 新班来的 新班来的就开始开牌 都是什么人啊 太吵了 我过去看看吧 好 不能忘记喝 你得慶赵总一杯啊 我怎么说这一杯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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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自smach 少总 怎么是你啊 嗨 怎么样 找到房子了吗 房子是找到 不过你非要跟安宇做邻居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少牟尼 有你这样和老板说话的吗 我已经把房子照片发你了 那你自己好好看照片吧 我们居然跟少总做邻居了 你也太亲密了 少总 你们刚搬过来呀 对啊 刚搬过来 刚搬过来就开派对 那个是我们的客户 他们就莫名其妙地 突然闯进来开派对 我觉得很吵 所以我就出来 没事 那正好 你在我们这儿休息会儿 安安姐 你饿不饿 我们点个外卖吧 好啊 你们家有没有方便面 有啊 那我来煮面吧 哇 很好吃 邵总 没想到你人长得帅能力还强 居然还会做这么好事 我煮得煮方便面而已 够了 对了 来来 这个负债表呢 我已经交你了 能不能再核对一下 好 这些东西不用看了 对项目没有什么帮助 还有这是温尔酒店十年的财报 咱俩一人一半吧 好 这些也不用看了 不重要 也许笑总看起来是觉得在浪费时间不重要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很重要 对啊 而且知识关乎我们转正位 我只是不想看你们白白浪费时间 浪费力气 相信我 财报不能真正体现一家公司的真实情况 必须要从多方面着手 才可以真正地了解一家公司 嫂啊 嫂啊 我都没 我的时间没有口腿 因为梦想在人身后 让我继续奔跑 继续奔跑 因为 这被哭了我 继续奔跑 继续奔跑 奔跑 我和你妈舍得逃跑 我和你妈舍得逃跑 我觉得要拿下威尔酒店 就要了解酒店的数据 我做了一张表格 这是酒店的数据对比 这样我们就知道酒店的营销状况 包括酒店的盈利 负债等等 这些都是谈判的筹码 至少我们不会出于被动 也许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这还只是第一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收购威尔酒店的策略 大家还记得 纳什均衡中经典的 恶师博弈吗 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 我准备了一些道具 希望大家进行一下角色扮演 可以更直观地 看到这套理论 来来 那就拿道具吧 回去吧 好 那我就扮演第一只狮子 那我要当绵羊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狮子 那绵羊给你吧 那各位准备一下 狮子就可以在这边排队 我来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就开始哦 我现在要吃掉你 好了 你已经被吃掉了 你能不能认真吃了 你已经被吃掉了 请坐 由于第一只狮子 把绵羊已经吃掉了 这个时候它很饱 就会打盹儿 第二只狮子呢 就会来把我吃掉 我 我吃你 那多不好意思啊 那我来了 小统 你先把我 让我晕了 我们到底找希望来干什么 不是 如果我也有整点入住率和财务造假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证实 就我哪查数据啊 如果他们敢造假 你觉得这个数据还可信了 所以我们去洗衣房是 数毛巾 我们去洗衣房一条一条数毛巾 不是 酒店肯定会有洗衣房洗涤的数量记录 再加上阿姨的打卡机 这机就是我们要的 马上好了 快快快 好了 要了 快 怎么办 怎么办啊 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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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走了 不是吧 手机 手机 我就 没信号 那要不 我就跟你说一个故事吧 我唯一知道的一个童话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在海的彼岸 有一个国度 那里四季如春 花开遍地 有一天 国王的公主诞生了 她从一出生呢 就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 说她可以为这个国家 带来美好的未来 她的确也很幸运 从小 都是在宠爱中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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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有公主病的公主的故事 她身心顽皮 喜欢四处冒险 但是每一次呢 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有一个黑骑士 头戴面具 身着黑衣 从天而降化险为衣 日子一天天都过去了 这个公主呢 也长大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 我们是于庆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 您涉嫌参与新神金融的 合同诈骗案 和财务作奖案 请跟我们回去 协助调查 爸 不久以后 公主被抓到了阁楼 那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只有一扇窗户 每天只能看到一小片阳光 他什么都做不了 除了焦急的等待 他万万没有想到 等来等去 等来的 竟然是他父亲去世的消息 你爸在去世之前 你爸在去世之前 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他说他守住了自己的车磨 你又在车磨点 就在那间小小的阁楼里 他渡过了 无数个曼城 和一个又一个 绝望的白天 好像 所有人 都不记得他 黑骑士 也没有再出现过 公主 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那黑骑士呢 谁知道啊 觉得这个故事 是我爸爸小时候告诉我的 每当听到一半 我就睡着了 让我沉醉的蜻蜓 静静的聆听清风和你 抹去纯正的香皮 你 问自己 执着的意义 就是你 哦 无意间 翻开 潮滴里 珍藏 和你的花季 虽然 久违的你 不是在那 度过四季 许久未见的 有意义 嗯 黑骑士一定会回来的 爱情 公主 一定会找到 属于她的 Happy Ending的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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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意义 我